主位老师 主位同学 大家下午提响 阿弥陀佛 我们课程已经到了第四天了 第四天了 二十号到 二十 二一 二二 今天二十三号了 大家已经好几天没有拿手机了 你们居然还活着 有没有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我听到有一首打游师说的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 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 有押韵了 一机在手 天长地久 都在一起到什么呢 睡觉最后一秒钟还在一起 一机在手 天长地久 一机不在手 魂都没有了 手机呢 手机呢 所以科技发展 对人类也是一种挑战 科技是要利益我们的人生 为我们所用 不是变成了我们被他控制住的 所以这一点呢 很值得我们冷静的 那这几天的课程呢 我想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都在教我们自爱 首先让我们放下手机 自爱 也是提醒大家要善用手机 不然你的人生可能会被他毁掉 那像王老师上的课程 从德英雅悦 这个算不算是自爱 你选择怎样的音乐 他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实我们随时都在抉择 抉择交的朋友 抉择看的书 抉择接触的人事物 这个都是自爱 你要有理智 你要有判断力 包含我们吃的东西 这个王老师都有在指导 食饮有节 起居有长 不忘坐牢 那包含生活的规律 这个都展现自爱 所以假如我们常常熬夜 算不算自爱 算不算孝顺 所以第二堂课 跟我们教导的 照顾好身体 是落实孝道的开始了 身有伤疑轻轻忧 得有伤疑轻修 所以照顾好身体 照顾好自己的德行 这是孝道具体的展现 这个孝不能是挂在嘴上的 所以我们汉学的课程 应该就是学习怎么自爱 进一步呢 怎么爱人 所以自爱是爱人的前提 所以大学之道 这一句你们不能背不出来了吧 大学之道 再清明 再子于至善 大家看这个顺序 知所先后 择敬道矣 连我们 昨天 丹静老师 有跟大家分析到了 你随时做家务 你在面对一件事 一个境界的时候 轻重缓急 你会判断 不只是做家务的时候 懂得先后 本末 轻重缓急 本末也很重要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身 我们老祖先 有几个成语 跟本末有关的 大家有没有想到 本末道志 假如我们人生很努力 但是结果是本末道志 那不是很冤吗 学汉学 就看事情 什么是根本 什么是之末 看得清楚 还有没有 本末道志 还有没有 舍本 竹末 这个本末不能颠倒的 所以论语这句话 很重要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身 我们看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二十年前 陈德刚出江湖 不是 刚出来分享传统文化的时候 那是二十年前 一晃 像昨天一样 二十年过去 我刚才在说 当时看到一个数字 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 二十年 大型企业平均寿命七到八年 好 诸位同学 我们感受一下 要有感知的能力 一个人办了一个企业 不到三年 那大家注意一下 中小型企业 它创业 它钱怎么来的 有没有可能跟亲戚朋友借的 很有可能吧 小本生意啊 请问他倒下来的时候 会牵扯多少人 不到三年 这样就下来了 那不是办家家酒吗 是吧 还搞得 可能父母的退休金啊 这些钱都赔进去了 我都见过这样的朋友啊 真的父母的退休金全进去了 最后呢 失败了 拿他爸爸做担保 他老爸七十多岁了 还得上法庭啊 你看一辈子的积蓄没了 还得上法庭 你看多悲哀啊 那大型企业 有可能是国营企业哦 这这么大的企业 你看七到八年结束了 那他一结束了 多少员工失业了 所以办企业啊 你是领导者啊 你要有责任的啊 要好好干的啊 那为什么企业这么容易就倒下来了 很可能啊 他的一把手 一把手有没有听不懂的 哦 这个是大路用语 他企业的最高领导 总裁啊 董事长啊 或者总经理 他一有点成就了 傲慢啊 傲不可掌啊 他也傲慢 决策也不对 我什么都可以成功 一下子 隔行如隔山 他一下子一头子 啪倒了 人也傲慢啊 事情就要拜了 所以循子有说啊 百事之臣 必在静之 所有事情能成就啊 恭敬 他战战兢兢啊 很努力啊 不敢掉以轻心 其拜也 必在慢之 他一傲慢啊 拜相就出现了 所以成败不在事情上啊 在哪 根本上在人的心 所以 我们什么事啊 要从根本下手 根深蒂固 才能知凡业貌 所以德行要稳固啊 学业 事业 家业 才能长久发展啊 那请问大家 你读书也读了十几年了 你花了多少时间 提升自己的德行 它是最重要的哦 就好像王川老师 给大家上 这个健康的课啊 问了大家 你这个身体用了二十年左右了 请问你有没有学过 怎么使用这个身体 你觉得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啊 你在使用一个电器的时候啊 你是等它坏了 才来看它怎么使用吗 你一定是先拿到了 就研究一下它怎么使用的啊 我还要保养它啦 汽车也是啦 你看五千公里就要保养一次啦 而且身体啊 是你一切努力的基础哦 是吧 你所有的努力 最后健康没啦 做一个比喻 你所有的努力的成果就像零 但是你前面要有一个一啊 这些零就产生作用了嘛 假如你有很多零啊 你财能啊 学历啊 财富啊 种种 你好多零哦 可是你一没了 就会打上两个字 叫Game over 没了 下面没得玩啦 所以这么重要养生的课 我们居然现在开始上了 那请问大家 这个王老师的课上完了 这个是结束吗 是开始啦 哪些最重要的东西啊 我们得要下功夫啦 这个王老师 已经长期应该上了有一年了吧 老老很远 这个王老师上更久的是 《皇帝内经》 我怕你们听起来像天书一样 这个你们先扎一些基础 这个老老很严 是一位啊 古人呢 他怎么照顾自己身体 照顾家人呢 记载得非常细腻 而且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用出来的 那你学会自爱啦 你在学的过程啦 你就会照顾你父母啦 照顾家里的人啦 自爱是明明德 爱人是清明 而且你要爱人要清明呢 要建立在明明德 建立在自爱的基础上 所以这个诸位同学 你们都还年轻 年轻气盛啊 容易激动 容易在感情的因缘当中啊 激动 现在我们学的这几天课啦 你要跟一个人谈感情啊 首先你要观察他 自不自爱 观察他懂不懂得爱父母 你总要有这个理智吧 是吧 你只是他长得帅 你就要跟他谈 这太不理智啦 大家注意啊 钱债好还啊 钱债好还啊 什么债最难还 勤债难还啊 有的一还啊 命都赔进去了 有的一还啊 一辈子都搭上了 啊 这个是不得不谨慎的地方啊 但是假如理智不够啊 再劫难逃啊 你躲不过的啊 我怎么讲这里来了 好 可能这个对你们比较重要 我还有一点经验 大学里面讲啊 有德持有人 有人持有土 有土持有财 有财持有用 哇 大家听到这里说 这个跟刚刚谈 感情有什么关系啊 你有德 你会感召来 同样磁场的 对象啊 方以内聚 物以群分 大家想一想 我现在学经典 学得那么少 请问我看人 看得准吗 我考虑事情 考虑得深 考虑得远吗 所以你真正想要经营 和谐幸福的人生啊 首先是提升自己啊 知所先后啊 可是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 他就每天就在那里 想着要谈感情 看别人谈啊 他也心动啊 每天在那里 找寻机会 说实在的 你说他会找到啥机会啊 龙交龙 凤交凤啊 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啊 这一定是互相招感的 你说一个 很有智慧的女性 他不会去找一个愚痴的人 不可能的 黄念族老居士 他老人家很慈悲啊 他还教我们怎么找对象啊 这篇文章 这个子冰老师再麻烦一下 发给大家 包含 这个王老师这个老老横眼 这个也可以发链接给大家 大家愿意学习的 好好下功夫了 这是大家的姻缘啊 大家的福报啊 你遇到了 你不好好珍惜啊 这个福报就花掉了 大家要知道啊 人的福报啊 每天都有加减乘除 每天哦 好我先把两性关系讲完 再来讲加减乘除 首先啊 黄老有提醒到了 你是要找终生伴侣啊 第一点呢 对方啊 要是明白人 不能是糊涂人啊 宁可跟明白人吵架 不跟糊涂人说话 你们有没有遇过呢 讲半天讲不通的 讲到你都快吐血了 听不懂话啦 糊涂 首先是明白 理智的人 大家要知道啊 组织婚姻啊 最重要的就是 夫妻要见和同结 要有相应的人生价值观 这个是最重要的 用现在的话呢 见和同结叫建立共识 今天呢 男女 价值观不一样 我举一个例子吧 教育孩子的理念不一样 首先两个人痛不痛苦 再来 接着还有 什么人会痛苦 他生的孩子 常常在 哪些痛苦当中 看看爸爸 看看妈妈 昌天啊 是吧 我好像向着妈妈 有背叛爸爸的感觉 向着爸爸 你说从小这个人格 就要这么挣扎 我回想我的成长过程 我从来没有遇过 这种情境 没有挣扎过的 所以我一想到 孩子们成长要有这些 我就很心疼 因为我一辈子 从来没有遇过 这种情境 那个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 两个都是他最尊敬的人 他还要做出抉择 太难了 甚至于 父母常常吵架 还 在气头上还讲一句 都是你了 都是你害的了 哇 他把他当真了 就好像一把 刀刺到他的心里面了 每天在那里很自责 都是我害的了 小孩子 他很天真的 每句话都把他当真了 所以 我们人生 你们已经走到春秋之际了 不是不是 春夏之际 我们上一辈 传统文化的缘 没有我们好 你们的父母 都是什么时候学的 成年了 我们呢 当我听到你们自我谢照 我五岁的时候学的 我高兴得不得了 你们比我的姻缘好多了 我们就希望 清出于然 胜于然 一代比一代强 这个我们对祖先才有交代 所以听到你们这么早就学了 我们是非常欣慰的 老法师讲经的时候 常常说 引了无量寿经的经文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没有人告诉他 无有余者 书无怪也 不能怪他们 我那一天听到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同学 他说他妈妈 在他小学四年级以前 都逼他的成绩 跟别人比 然后把他逼了 还学才艺 逼了他都喘不过气来了 后来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他的妈妈看了 幸福人生讲座 接着就对他挺好的了 所以这个 他妈妈也是遇到传统文化的缘 他开始转变了 所以我们的上一辈 他可能学的时间 比较晚 大家要注意 我们不能对长辈说 你都已经学了 怎么还这样 大家要知道 学了 会不会 他明天就变一个人 不可能 他学习是有过程的 他又慢慢去改变 他的习惯 诸位同学 你们改变比较快 还是父母改变比较快 就跟治病一样 四十岁的人治病容易 还是二十岁的人治病 你们想一想 谁比较容易 我没有强迫你们 我是让你们思考 我们自己教过小朋友 小朋友很好教 五岁 三岁 一讲他就改了 阿弥陀佛 因为他染污还少 所以有可能 你们家转动整个 汉学佛法的法轮 是谁 有可能是你 当然我没有逼你们 我是以我自身 我自身 我当时二十几岁学了 那 我没有去强迫别人 我没有说我吃素了 爸你妈你也要吃啊 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干过这个事呢 因为我爸爸妈妈教我的 所以我身上好的品质 我没有吃素了 这个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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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出品避暑家座 我们以前看电影 哪家公司出品避暑家座 我是我父母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身上好的品质是他们教的 我父母没有控制 他们呢 比方说他们给我分析 你要找什么科系啊 你这件事你要怎么考虑啊 他告诉我 告诉我之后 他说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我是父亲 我有责任 把事情分析清楚给你知道 他对我没有控制 当然我也曾经没有听话 咚 流血了 他说爸爸你是对的 慢慢就越听爸爸的话了 所以后来学佛了 我也没有去要求我的家里人 中庸说的对啊 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这话很有味道啊 为什么我们明明是好事啊 别人还怨我们 有很多人学了传统话 去带动他的亲戚朋友 亲戚朋友还怨他 他自己也很觉得很伤心啊 很无奈啊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我们虽然是好意啊 可能我们忘了 我们这个好意当中啊 我们还带有自己本来的强势在里面 控制在里面 用现在的话叫 爱你没商量 你们没听过这句话吗 就好像他很喜欢吃什么 他就买一堆给你吃 都没跟你商量商量 是吧 好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但是己所欲 也不能一定的施于人 你要先考虑人家的接受度 所以 教人以善物过高啊 你是要教他行善啊 可是你一下要求的那么高啊 人家一看 算了吧 当时其可从 你要寻寻善诱 不要一下子给人家定那么高啊 人家都怕了 你慢慢的 这个我可以 慢慢带动起来了 好 这个 第一 从自己做起 然后慢慢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吃素的 后来 慢慢其他的家人都 跟着吃素了 那我以前 我父亲说我是三分钟热度 你们父母有没有讲过你们三分钟热度 你们有没有感觉没有被理解 我也曾经有这样过 其实我不是三分钟热度 我是在摸索人生 我接触一下 不是我要的 接触一下不是我要的 可是别人看了不理解啊 当然这个不能怪父母 要怪我没有去跟他们说说心里话 跟他们沟通一下 跟他们沟通一下 因为父母又没有他心头 是吧 我们都在想着 爸 妈 你要理解我 这个念头就有要求 我们主动的去做沟通吗 再来啊 什么事情啊 都离不开哪两个字啊 哈啰我们认识三天了 不是在一起三天了 认识蛮久了 我跟许多同学都是老朋友了 是吧 你们不承认啊 我们认识十多年了啦 当然 我们可能刚认识的时候 有点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是爸爸妈妈逼你看的 假如有这样的话呢 你们也要 知道了 父母是好意 不过呢 逼你们看来 居然你们还肯来见我 你们的度量实在太大了 突然来接触了 这个人也没有这么讨厌 对 哦 好 那这个 刚刚啊 跟大家聊到老和尚那一句 先人不善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疏无怪也 所以我们呢 父母他们学的时间比较晚 这个我们都要能体谅到 包含学了之后啊 这个四十年五十年的习记要扭转 不简单啦 有时候往往啊 我们年轻了 我们改过来 让父母非常感动啊 也鼓励他们 好好的学啊 好好的改啊 好 所以我们在五轮关系当中啊 我们要有一个理智 五轮 父子 兄弟姐妹夫妇 朋友 领导被领导 你到团体里面去啊 哪怕你不是到公司服务 你来参加义工啊 有没有领导被领导 有啊 他有组织的 我们在这五种关系里面呢 基本上所有的关系 不可能超出这五种啦 所以古人很擅长归纳 就像刚刚说的 正己 而不求于人 不要求人 正己是 我先自己做好 则无怨 假如我们在这五轮关系里面 我们去指责对方 大家想一想 会有什么 指责对方是因啊 会感染什么结果 对方也指责我们 因为我们也还没做到很好啊 比方说 这个事情不愉快了 比方说你错五分 他错五分 你责怪他那五分 他一定怎么样 责怪你的五分啊 你说我错的少啊 我错两分 他错八分啊 那你指责他的八分 他会怎么做 他会指责你的两分啊 那到头来 都是互相指责的结果啊 各相责天翻地覆啊 各自责先反省自己 天清地凝 比方说你错两分啊 人都是有良心的啊 你说 对不起我这两分错了 对方马上不好意思了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错得多啊 你一指责他 他情绪也被你带动了 你一反省 没有啦 没有啦 所以人是互相交感啊 互为因果啊 这一点大家慢慢自己要去体会了 你就会理智了 不会感情用事了 你一指责别人 你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我们都要能感受到自己的心 自己的状态 要用对心 要用理智 不能感情 意气用事了 那刚刚提到 你要理解别人 这就是用对心了 当你去理解你的父母啊 是因会感来什么结果 父母也理解你 我们最近有去参加 这个一个月 汉学院学生的 他报名啊 他要上一个月的课 其中有一个同学叫李坤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你看他就讲到了 他以前也觉得父母不理解 啊 哇 结果呢 他上了课 他心柔软啊 哇 他找到爸爸聊啊 从来没聊那么久了 聊到啊 他爸爸讲出好多 他都没听过的 他父亲的心里话 哇 你看 这个 互相交感啊 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啊 当我们觉得 人家不理解我 我很难过 要转念 转成什么 去理解别人 你种这个因啊 得那个果 什么事啊 我们都要懂得因果 你就不会陷在那种 想求一个好的结果的痛苦里面啊 你就会更积极的去种好的因啊 这样你就命由我做啊 福自己求了 所以老和尚过年的时候啊 都会送我们两句话 一般的人都说 睡睡平安 年年如意 那个是果啊 老和尚怎么祝福我们的 诸恶莫作 睡睡平安 众善奉行 年年如意 尤其我们今天听了我们 圣庙法师的教导 吉祥经 给了我们三十八个法 这个法宝是吧 你照着做啦 你就很吉祥 圣庙吉祥 这一堂课很有意义喔 是我们圣庙法师上的 这个静修节要 无垢大圣 圣庙吉祥 好 那学完了 就要好好去立行了 就会得到很好的受用 大家记不记得一开始啊 就告诉我们要远离愚人 亲近智者 能青年无限好 得日静 过日少 得行往上提升 你有得啦 你有福啦 你感召来的 另一半对象啊 就是有得有福之人 所以叫有得持有人 所以这个不只是在治国 用在组织家庭 一样的道理 所以中华文化的学问很好用啊 你每一句经文 小到用到身心 家庭 大到用到治国 治团体 治天下 一样的道理 很好用啊 有得持有人 你用在事业 你有得行啦 你敢召同样有得 有志向的人 一起来合作啦 有人持有土 那个土啊 古代是土地啊 现代呢 现代就是 你发展的机会 这个在企业 给大家介绍一位 企业界的菩萨 道圣和夫先生 你们认识吗 认识的请举手 哎呀 不多喔 好 请放下 这个我的时间有限 想讲的话太多 这个道圣和夫先生呢 他呢 他呢 经营了两家全球五百大 都是他 这个 白手起家 哎 人能创一家全球五百大 就很厉害了 他创了两家 而且他推荐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啊 他说了凡事训 所以这本书大家好好学啊 保证你改变人生啊 这个 承德的课程啊 也是要 我想 这个 我可能呢 这课程结束之后啊 我会再录一集 因为好像很多重点没讲完 我再录一集提供给大家 因为你们还有问题要回答 这个 当然我现在讲的 有没有在回答问题啊 你们不要执着 我 怎么法师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假如会听啊 我刚刚在讲的理啊 就解了你的问题了 啊 我知道了 而且是你自己误的 不是我回答 大家想一想呢 今天这个问题啊 是你听听听 听到自己 啊 我知道了 还是我告诉你答案 这两个情况哪一个情况好 第一个情况最好 你自己领悟的 我告诉你的 你还会 哦 哦 还不一定悟到 所以我 曾经啊 曾经在英国的时候 一个月啊 有一次回答问题啊 我每次一看三十个问题 四十个问题啊 我有一次回答了四个多小时啊 差点没有阵亡 幸好啊 佛菩萨加持 哎呀 你看到这四十个问题啊 你会感觉到什么 你会感觉到什么 莫忘世上苦人多啊 现在人 这个心有千千结啊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啊 但是真的 真的 我们老祖宗有高度的智慧啊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的 我也跟大家讲到 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是什么 忧郁症啊 所以诸位同学好好学啊 你能帮好多亲戚朋友啊 好 好 那 黄念老说的 第一个是 你要找的是 明白人 不能糊涂 而且你要见何同结啊 同样的价值观啊 所以古代说 门当户对很正确的啊 门当户对不是 money差不多啊 你误会啦 那是 你比那个money差不多啊 very dangerous 真的是这样啊 为什么 你看钱最重啊 重力会怎么样 轻易啊 轻易的人就很容易 移情别恋啊 重力的人什么都用钱来衡量 你说那个生活起来多痛苦啊 第二呢 第二呢 要诚实 不能欺骗 第三呢 要善良 善良的人有福报啊 百善良 百善 笑为先 第四呢 要正派 不能呢 邪理邪气啊 乱搞男女关系 这个也是很关键 这个提了 这个四点 刚刚也跟大家提醒了 情在难缓 要注意了 不知道我聊到这里 这个灵慧 有没有回答你 你那个朋友的问题 有啦 好 那个是他悟的 我没有针对性 那是他领悟的 好 我们 还是来回答问题 因为我怕问问题的同学 今天睡不着觉 怎么还没回答问题 我们要横顺众生 满众生的愿 请问 学生在传统文化机构工作 却发现此机构 只是外表文职彬彬 但里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却不会落实所学 而只有底层的工作人员 还保留传统文化的初心 这里的领导 虽然口中说着 太上感应篇类的经典 其言行 却不服众 那些有能力 有心为传统文化服务的人 却一个个因为被打压 被迫离开 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 学生也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学员 在此地工作了一段时间 也有一些心灰意人 想请问法师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学生应该怎么调整心态 这个很好的问题 我曾经跟我们圣庙法师 他是院长 那陈德也在汉学院工作 协助 我在那四年 我用的是 访问学者 Visiting Scholar 访问学者 现在用完了 我还要留在那里 要考雅师 要考英文了 对我来讲 有点 Difficult 我现在有在慢慢积累 那当然 因为还有音缘 要在扩展汉学的音缘 所以我到了马来西亚来 我是属牛的 属牛的要认命 属牛的专门干什么的 开疆辟地 开垦辟地 我跟院长说到了 这个顺便推荐一下我们 明天的一堂课 学古人智慧 过幸福人生 传统文化呢 首先第一重要的是 金 金典 四书五经 十三经 再来呢 史 经时子集 你学经典 你明理 真的人不学 也不知道啊 我以前也是很拼命的人 可是我不懂道理 我都往明理一直冲 那现在明理了 慢慢也不会好心做坏事了 懂得做什么事啊 冷静 度得量力 审视责人 这个形式啊 你要因缘具不具足啊 都要分析清楚 不能冲动 史 历史呢 是古人 你看上书 记载都是 这是孔子以前的圣人 做的事 讲的教诲啊 哇 那这个很好啊 满朝筍 千寿意 今天吉祥经 有没有讲到 定学当中 谦卑 六 了凡视讯 这视讯里面 四则教诲 第四是什么 谦德之效 谦虚啊 能保住我们的德行跟福报 这很重要 那上书是最久的历史 接着你看汉书 我们明天会看汉书 这些经典留下来都非常不容易 哇 我们就看到啊 这些圣王 这些古圣先贤 他怎么把经典 用在家庭里面 用在治国 他怎么处理事的 哇 你一看历史啊 长见识啊 其实啊 人世间呢 每一天发生的事 没有一件新鲜事 我们遇到的事啊 这五千年来 以前的人 有没有遇过 有 你假如把历史学通了 人家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我给你讲个历史故事 哇 你假如学到这样啊 我相信啊 你的亲戚朋友都会来找你 我可不可以找你聊聊 你跟他说 对不起 我的schedule 限到排到下一个月 你要预约 你就是很多人的贵人 这个是办得到的 经史还有旨 旨就是啊 刚刚我们讲的 循旨 就是这些圣人 他们的一些后面的 把他们发扬光大的 这些读书人 像荀子 他跟孔子学的 慢慢 这个诸子百家 这个都属于子部 你看 孙子兵法 这个都属于子部 孙子兵法 首先教什么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学什么 知知啊 学自爱啊 知彼是 知人啊 爱人啊 你看这些经典教的 都一样啊 相通的 一精通 一切精通 学经典的 不是学知识好了 没有学过的不会啊 一通百通 你要能深入 一步经典啊 你会有很大的受用 好 大家学的 今天学的吉祥经 哇 恭喜大家今天学的一步经啊 阿弥陀佛啊 但是大家注意哦 三十八里面包含了什么 戒学 定学 会学 你现在再去学另外一步啊 阿弥陀佛 请问教的内容有没有超过这三十八 没有啦 那佛陀讲经啊 那智慧圆满啊 他讲一步啊 他就寒色 所有重要的意理在里面 最重要的都提了 我就不讲别的 佛弟子入佛门第一件事 三规 三规 就包含一切教诲啦 规佛 绝而不迷啊 规法 正而不邪啊 规身 静而不染 那每一步经不是教我们觉悟吗 教我们正知正见 教我们清静 不要污染 不要贪嗔痴啊 所以大家 学来要深入它 受用就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我跟院长说啊 我们虽然是一个团体啊 我们 所有人员 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也不是从小学的哦 所以我们 没有注意的话 没有 经营团队啊 按照经典的话 历史当中 所有造成王国的这些情况 都会在我们团体里面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 大家相不相信 大家请注意哦 每一个朝代出问题啦 请问那个出问题的人 有没有读过经书 何止读过啊 你看 把明朝败掉的人叫什么 严松 哇 他考状元啊 他都名列前茅的哦 可是他的聪明 慢慢用错了 所以诸位 这些古代保读诗书的人 他在财色名利面前 都保不住啊 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 道高一词 那个诱惑的力量很厉害的啊 所以像我们 出来红法 鲜花 掌声 本来出来度众生 没多久就被众生度走了 所以老和尚说 六十岁再出来接种 不然你抵不了 当然都有配套措施 大家不要听我讲到这里 啊 完了 不是啊 都有方法可以处理的 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 自己的情况啊 不能掉以轻心啊 你看以前红法 所以现在也挺难的哦 大家看以前红法 一百年前红法 什么人出来红法 开悟的人 什么人出来护法 红法退休的人 大家注意哦 这是一百年前的情况哦 一百年后 外在的诱惑 比一百年前 多一百倍 可是呢 红法的是什么人 像我这种 一朝半世闯江湖 户法 户法 户法也不是红法退下来的 所以红跟户啊 都要有配套措施啊 这个了解来话就长了 有机会再慢慢聊 这个 好 那我们拉回来了 所以我跟院长说啊 我们不小心啊 这些情况都会出现 大家读过历史的 一个朝代会灭亡 会出现哪些情况 大家 做法布式的机会又来了 好 立丹有请 饥荒 战乱 政变 谢谢 请坐 我们传统话 天人合一啊 其实饥荒怎么来的 也是供业 造感啊 所以以前圣王啊 他遇到饥荒 他做什么事啊 他会去天坛 忏悔 是我没有德 他这个行为一做出来 百姓感动了 诶 唐太宗那时候也遇到饥荒啊 哇 那蝗虫啊 吃农作物啊 诶 唐太宗 这个上天啊 你把罪降我身上啊 不要降到百姓身上啊 他拿起蝗虫来啊 那旁边的大官 不能吃啊 会伤身体啊 让货降到我的身上来 你看他能成就真观之事 不是偶然的了 那战争 这个也是 孟子告诉我们了 人必自武 而后人武之 一个人是自己先瞧不起自己了 别人会欺负我们了 家壁自毁 而后人毁之啊 你家庭很团结 谁破坏得了啊 国壁自发 你国家里面内乱啊 人家才会发动战争 有机可乘啊 而后人发之 所以看起来是天灾啊 往往跟人有关 人祸 那看 哇 一个朝代 贪污啊 女祸啊 这个 上位者 好色啦 你看这些 都会出现问题了 或者是啊 你用了大权独揽的奸臣啊 或者搞成什么 哇 一个组织分两派啊 但你针对错啦 这个国家大伤元气啊 这叫党争啊 我以前工作就遇过党争啊 真的分成两派啊 但是谁最要负责任呢 还是最高领导 因为这两派一定有拥护他的啊 他假如认错了 就不会发现两派了 是吧 他假如接受了那个反对意见了 也不会分成两派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古圣先贤 你看汤王上去 这个与尧顺这样一直传下来 当君王的心法 论语里面有啊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百姓有什么问题啊 是我的问题 就是这个态度啊 这个群书之药里面都有讲到 你看那个姚弟 看到百姓吃不上饭了 是我害的 受冻了 是我害的 看到这个百姓犯罪了 是我没有教好 你们抓我不要抓他 就感动老百姓了 好 那陈德呢 跟大家谈到这里啊 就是说现在团体里出现状况啊 太正常了 不可能没有状况 那再来呢 刚刚跟大家有提过 我们在五轮关系当中 要先正起 不求于人 好 我今天没有先做到呢 让同人 佩服啊 你一提出来 你错两分 他错八分啊 你一提他 他怎么样 他就批评你两分啊 所以我们先做好自己 那 当然你看 这里有提到啊 有心的人呢 都被打压 被迫离开了 这跟历史像不像啊 你看 范中烟这么中啊 被贬了 可是他被贬了之后 他的心有没有变 没有 所以我们也要经得起锻炼 一个人这一生意要成就自己 利益众生啊 不可能没有挑战的 遇到挑战的时候啊 要告诉自己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对自己幽默一下 也是对自己期许一下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苦 要磨练 我们磨练啊 我们的 这个磨练从做家务开始 我要呼应一下课程 你的耐性 是吧 你的细心 从这里锻炼了 而且我们要知道啊 当我们在这些境界里面 锻炼的时候 这个领导对你很不好 你没有记他们的错 你还一心为他们好啊 哇 你这样的心念啊 你的福报啊 每天都在积累 而且积累得非常快 了凡事去里面有一个故事啊 魏忠达 我刚刚说 加减乘除 魏忠达这个故事 属于城 不是加一点点而已啊 当时候皇帝 要建三山石桥啊 是一个重要的 重大的土木工程 要花钱啊 要花钱啊 钱从哪里来啊 百姓的 名指名高啊 要花人力啊 都把百姓拉来 做苦工啊 劳民 嗯 商财啊 这个魏忠达劝皇帝不要建 结果他到了阴间去了 这个 这个阴落王 把他的饿拿来秤 把他的饿拿出来 哇 可以装一间房子那么多 扇呢 跟筷子一样 有一卷而已 他说我才四十岁左右啊 我的饿怎么那么多啊 这个就讲到 加减乘除的减 他为什么那么多 严落王说 一念不正即是 我们动一个邪念了 就有记录了 不带犯也 虽然这个恶力量不大 但是都有记录 结果严落王 来 拿来秤 结果一秤啊 哇 那一卷 像筷子一样的卷宗啊 比那一间房子的卷宗还重 结果一打开来 里面记录啊 他劝了皇帝不要建 三三十九 这个魏忠达 我劝皇帝没有听啊 严落王说 君之一念已在万民啊 你这一念是为了全天下的百姓着想 假如皇帝听了 那你善的功德就 力量就更大了 所以他这一念就很大了 今天我们遇到的领导不好 不影响我们积功累得哦 这一点大家要认识清楚哦 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哦 大家注意就看 那个在乱世当中的大忠臣啊 他的后代都非常好哦 你看范宗也被贬啊 写了岳阳楼记啊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优其名 处江湖之远则优其今啊 他是先天下之优而优 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实迷糊的皇帝啊 成就了他的功德哦 所以大家假如知道啊 任何人障碍不了你的 命运福报功德 你就安住当下 用真心 其他的是 佛菩萨安排 因为当你的福报这样的时候啊 你的团体假如 福报不够 或者呢 他的方向不对了 他留不住你的 不相应了 良情责目而期 良辰责主而逝 是吧 那我们呢 在因缘当中啊 我们用经典来指导自己 我先做好 再来 我的本分啊 有劝谐 我们为人下属啊 有几个要做到的 首先我们要立节 我们要带动别人 我们要做榜样 我们不能在团体里面 带动不好的风气啊 这我们就有罪过了 再来呢 再来呢 要敬忠 我在我的本分 我没有尽心尽力 再来要劝谐 我有没有劝领导 孝经说的 见真章 不是 弑君章 尽师尽忠 退师不过 将顺其美 匡就其恶 领导对的部分 我尽心帮助 领导不对的时候 我去互念 提醒他 但大家注意哦 这五轮关系 缘分有差异哦 前面三种关系 是亲情 是一辈子的 是吧 见不入月父见 豪气水 踏无怨 可是你对领导呢 劝三次 这个三啊 当然不是死的 不是 One two three 就是呢 你不能劝太多 劝到他恼羞成怒 最后呢 你会自取其辱 这个在论语里面 都有讲 弑君章 师入矣 硕就是劝得太多了 朋友硕 师输矣 朋友你也不能一直劝 看对方不能接受了 那不要勉强 假如领导 在大方向上不对了 你劝了三次 他不能改 那你可以啊 我们说道不同 不相为谋 可是更重要的 我心上呢 没有弱他们的不好 他们改变了 他们愿意听了 我还是很欢喜的 会回来帮助 因为我们毕竟在团体当中啊 一定有受到照顾跟恩德在里面 我们处事啊 只记好了 别人对我们受人滴水之恩 我放在心上 别人不好了 我不往心里去 这样的日子挺好过的啊 那相信啊 我们能够 用我们的真心 这一条路啊 真的会有佛菩萨加持 保佑 你静了心啊 这个确实方向不对啊 一定会有佛菩萨加持 有新的因缘会出现 到时候 你自己判断就知道了 好 那这个问题啊 先回答到这里 不好意思啊 我回答到问题呢 有时候会有点长 那没问题啊 我们还有时间 可以回答 可能啊 我看大家的表情啊 提问的同学 我就觉得 我知道了 可能听完他都悟到了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